臺北轉運站的金站百貨 地點便利還有大量人潮 北市府再加開高端疫苗接種站 二十號二十一號兩天先試營運 每天提供一百二十個名額 下午兩點到五點隨到隨打 場地不大 但採用便明的余美町打法 不管是完全沒打過 還是擔心疫情升溫要打加強劑通通來 原本說好的一百二十個名額 果然快速消化完畢 北市府也說會盡量滿足民眾的需求 先前有民眾抱怨 臺北市很難搶到高端疫苗 現在二十三號 臺北榮總開放五千個名額 二十四號到三十號 透過一九二二預約平臺 也有八千九百個 總共一萬三千九百個 高端疫苗名額 提供給有意願的民眾 而努力衝高施打率 也是因為雙北陸續出現了確診者足跡 案一八一一六 四十多歲的男性 曾到過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工作地點在新北市 一月十三號到十六號之間 曾經出入高鐵桃園站板橋站 進入雙北以後 也曾搭乘捷運板南線 出入鼎浦西門等站 也搭乘紅線到捷運象山站等地 有重疊足跡的民眾 也請多加留意自身的健康狀況 華視新聞 張志勤 彭冠玲 台北報導